各位好,那么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陈金融的题目还是2019年的陈金融稿界组 那么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第五、第六跟第七题 那么这个第五题的话,它就是很简单的这样子给你一个代识 然后你们要记得这个是立方根 所以呢,这个里面呢,为了方便我们做事 就是我们会设计我们的X是4035,然后我们的Y会是2017 然后你可以看到哦,你可以看到4035-2017其实是2018嘛,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2018就会变成X-Y 这些X-Y全部杀进去了之后呢,就会变成X立方-Y立方-3x平方Y加3xy平方 那么呢,我们arrange一下那个公式 X立方-3X平方Y加3XY平方-Y立方 那么呢,你其实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是X-Y的立方之后展开的公式 所以呢,我们会很庆幸的,我们会等下,我移下去一下 所以呢,我们会发现到这个其实只是X-Y的立方 那么这个可以消掉,基本上就是X-Y 然后我们之前讲了嘛,X-Y是2018 所以呢,这个的值就会是2018 所以呢,我们第五题的答案是B 好,我们去一下第六题啊 OK,这个有点复杂,不过我需要介绍你们一个新的东西,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啦 那么,以致组合数,NK,然后这边括号 等于这堆东西,是由N件不同的无评选出K件的方法数 画简这堆东西 那么,我在这里我要介绍你们的那个东西叫 我要这样写啊,看一下 帕斯卡三角形,或者英文你们可以找Pascal-Triangle 它基本上呢,它就是长这样子的 就是1,1,1,2,1,1,3,3,1,1,4,6,4,1 那么这个东西呢,它的特别之处哦 是你两个,两个号码哦 你可以这样子加起来,它会变成下一行的这个号码 因为它是这样子排过来的嘛 然后呢,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帕斯卡三角形 是不是,它可以,其实它可以写成这一种方式 它可以写成这一种方式 所以呢,我们就会有0,0 基本上这个其实是0C0的意思啊 然后我们这里有1,0,1,1,2,0,2,1 哦,我写四行就够了哦 30,31,32,33 那么之前我们看到嘛,对不对 这样子 意思就是讲,我们会有2C0加2C1就会变成3C1 对不对 那么我们可以,呃,我们可以generalize啊 我们可以,呃,综合化 总体来说呢,就是我们的NCK 然后再加我们的NCK加1 就会变成N加1,K加1 那么为什么会是这样子 我的时间在这边也是应该不太够 不过你们可以上网查 或者是如果你们是高三神 然后你们去年已经学了那个排列组合的话 你们这个你们大概应该要知道了 只是他写的那个方法有点不太一样吧 嗯,就是这样子吧哦 那么呢,我们就大概来看一下第36号跟第37行咯 OK 好,这边有点空间不够啊 不过OK 我们这里的话,我们会有 哎呀,你过去一下 我们会有 36C0 36C1 36C2 36C18 OK,这边其实还有,可是我不写 那么因为它最外面的嘛,对不对 37C0 然后37C1 这样子 这样子 37C2 一直到37C18 所以呢,从这边呢 我们就大概可以知道 37C 这堆东西 OK Oh my god 一直手滑 OK OK 这样子 减37C18 就会是 36C0 加36C1 这堆东西 然后,减掉 36C1 加36C2 哎呀 哎呀,移过去一点点 那么这个的话,我就先拆掉啊 就希望你们已经 理解了 或者是我可能搬过去一个地方一下啊 这个 然后,哎 OK OK 就是这样子 先,我要让一点空间 好 然后,我们就继续加下去哦 36C2 加 36C3 这样子 一直下去 咚咚咚咚咚 然后,我们看最后是 37C18嘛 对不对 意思就是讲 它会是 37 上面它是 36C17 加 36C18 那么,你可以 其实可以看到的 这边 36C1跟36C1消了吗 消 消 这样子一直消 下去一直消到这里 意思就是讲呢 我们只剩下这一个 这一项 跟剩下这一项 那么,36C0 没有选东西吗 没有选东西 只有一个方法吧 对不对 所以就是1 然后,这边是 正负得负 没有负正得负 所以呢,我们就会有 36C18 呃 所以呢,我们这个的 哎 对不起啊 所以呢,我们这一个的答案 会是 DONKEY 这个 这个答案是DONKEY 那么呢 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子 嫌 时间很 很紧凑是吗 那么我可以 我建议你做的方法就是 呃 你要嘛 你37C你用比较小的话 去尝试 比如讲可能9啊 或者是 5啊 还是13之类的 因为就是长这个样子的 然后 然后 你去算出来 然后 你就去 大概 看他的pattern 他他他他会有一个值的嘛 就是这样子算出来咯 不过啊 如果真正要做的话 如果要写步骤 其实应该是要这样子写了 那么这个就是第六题 那么我们就来这个来到这个影片的最后一题 就是第七题 那么 下图中 ABC是直角三角形 脚A是直角 D是AC上的1.bc a.a.bd a.b 如果cd 等于d ab等于h 则 OK 就找之间的关系 那么呢 我们这边又要再加多一个 啊 位置数啦 我们的ad呢 我们假设我们的ad是a OK 那么我们有这个 我们有这个 啊 对角跟这个零角嘛 对不对 没有斜边 所以呢 我们对角跟零角 我们可以用tan咯 tan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tan 啊 tan beta 会等于 啊 a分子h OK 因为tan 是啊 对边对零边 然后我们的tan tan 啊 alpha 会等于 h分子 啊 不是 ok a加d 分子h 那么呢 我们现在只是要debual嘛 我们要去掉那个a嘛 所以呢 我们就要做导数咯 那么啊 tan tan beta分子1 就会变成 cotangentbeta嘛 对不对 会等于啊 h分子a 那么同理 cotangent alpha 会变成 a a加d h分子a加d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掉这个了哦 我们就可以去掉这个a 所以呢 我们在这边看啊 我们的cotangent alpha cotangent beta 所以呢 我们的答案会是c 对 所以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五题 第六题 跟第七题 希望你们有理解到 如果你们有什么疑问的话 你们就在comment里面写东西 然后我们下个影片里面 我们就会讨论第八第九第十题 就是这样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